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格兰在苏格兰他驾崩之后 那么整个后面的整个仪式 大概是11号的时候 他从苏格兰巴尔摩勒尔堡 就他去世的地方 巴尔摩勒尔堡移林到爱丁堡 荷里路德宫 13号的时候 那么由皇家空军将领袖送往英格兰 送往伦敦 伦敦在14号的时候开放的大众瞻仰一容 19号举行国葬 那么这是现在是全世界 大家各报的一个头条 因为女王在位70年 对整个的英国 对大英国协影响甚至 也带领了英国渡过了层层的难关 我们看到大英帝国逐渐的衰败 可是大英国协依然坚强的一个供固 哪怕很多过去英国殖民的国家 独立成为共和国 所以女王不再是他们国家元首的象征 可是他们仍然是大英国协的一个成员 而女王依然是 伊丽莎巴尔士是大英国协的一个领导 所以也就是说 整个大英国协能够维持住 那整个女王的在这边扮演的角色 那么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现在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 那些女王已经驾崩了以后 那当然英国就发生了 当然会有些问题了 比如说苏格兰是不是趁机 就是说我独立 那么北尔兰的问题怎么解 或者说英国跟欧盟的关系 这都是新首相特拉斯他所面对的问题 但也就是在新王查尔斯三世登基之后 他所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那比较吊诡的就是 女王他驾崩的地方是在苏格兰 是在苏格兰 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上有很多 那么在各种的国葬的仪式 那是苏格兰的影响非常的重 你也看到苏格兰的仪队 穿着裙子 那么各种的苏格兰的仪式 他在苏格兰的巴尔摩拉尔堡去世 然后在苏格兰的河里路德公 然后才从苏格兰移民 有一个王室带一些王室的八卦还没有解决 比如说威廉现在担任了王厨 跟他的弟弟哈利和梅根之间的关系 或者梅根和卡米拉王后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又掀起了王室的一个新的八卦 或者新的王室的一个动荡 这个都影响到查尔斯三世国王的 他的整个声望 以及整个大英国协 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维持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持续所关注的重点 那第二大块新闻呢 当我们看到是乌克兰 乌克兰情势呢 在上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就是乌克兰部队开始反攻 乌克兰部队开始反攻 他在北部南部的反攻 一系列反攻都有所获 然后俄国是开始仓皇的就逃 撤走 撤走呢 当然你可以想到普丁的脸色铁青 原来在占领区要举行的公投 原来占领区要办的一些军事会议 都暂时叫停 那么乌克兰已经收复了 3000平方公里的领土 在泽伦斯基说是6000 但是一般的新闻报道说是3000 但是到底收费多少还在核实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收回了很多的一个土地 收费土地呢 一般的共识 大概说乌克兰 他说战略能够抢回来光复的领土 那么比开4月份以来 俄罗斯占的领土还多 所以他就大部分的领土拿回来 拿回来当然还有乌东的这些地区 那现在怎么处理 克里米亚的问题怎么处理 那泽伦斯基当然表示说 我收复所有的师徒 那收复所有的师徒 当然这里面就要定义一下 收回师徒是什么意思 有包括克里米亚吗 那这个东西就没完没了了 当然俄罗斯也会开始反击 你这里可以看到 西方给的一些先进的武器是有用的 但是西方承诺的这些武器 还有一些没有到位 没有到位 本来也有一些西方的国家在犹豫 那现在最近在上个礼拜 那乌克兰反攻成功 那么有战果可以出现 所以德国就呼吁说 他赶快再多援助乌克兰 那么一股作气 是不是把这个师徒全部能够光复 那么在这里面 他有几个大的一个重点可以看 第一个就是乌克兰以前 都是属于被动的状态 那你拿下了 你光复了3000平方公里土地以后 那么一般的评论就是 乌克兰可以选择战争的方向 我会选择在哪里打 我怎么打 他比较有主动性 而不是说 以前俄罗斯长期指入 俄罗斯决定攻哪里攻哪里 乌克兰只有在被动的去防守 像乌克兰反守为攻 他可以打回去以后 他可以有了占更多的一个主动性 这是第一个看到的 然后第二个 你可以看到战争失利以后 那么俄罗斯就只有靠中国大陆 靠得更近了 靠中国大陆靠更近 被强调中国在支持俄罗斯 所以这就反映在9月7号到9月10号的时候 那么中国大陆 就是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到了俄罗斯参加了海参威经济论坛 从海参威当然也到了莫斯科 他跟普丁的会谈 普丁会谈的时候 后来完了以后 俄罗斯发表的声明 就表示栗战书 他在强调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在乌克兰上的立场 这个在中国大陆的新华社发表的新闻里面 没有 只是说讲到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利益等等 就没有特别说我支持你乌克兰的立场 这个就是西方就特别发现 这中间差距是有点吊诡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中国大陆过去在乌克兰的事情上 它是表现的相对的中立 他没有谴责俄罗斯 北京没有谴责俄罗斯 北京也没有把乌克兰的叫做战争 但是因为北京两边都有邦交 所以从过去 从中国大陆是中立 到这次栗战书的讲话 如果这是北京官方所确认的 那当然表示立场的改变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没有 那么俄罗斯这边报道的很大 像中国支持 栗战书说支持在乌克兰 但是中国这方面没有反应 中国没有特别谈到栗战书 讲的这些支持乌克兰的话 那更有意思的是 这完了以后 这个礼拜 9月14号到9月16号 习近平要到乌兹别克 萨玛尔罕 参加上海合作组织 第二十二届峰会 那么习近平在这边 就会碰到普丁 你碰到普丁以后 那当然少不得会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如果乌克兰 俄罗斯在乌克兰节节败退 那对中国就面临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困境 你今天说跟俄罗斯关系多好 那既俄罗斯节节败退 那你是不是要真的给他一些实质的援助呢 那如果真的给实质的援助 那会影响到中国自己的利益呢 普丁在乌兹别克又会提出什么要求呢 所以上个礼拜的乌克兰战场 俄军的失利 会直接牵动到这个礼拜 在上合组织普丁跟习近平的一个会面的一个发展 当然俄国失利也影响到美国华尔街的股市 华尔街股市当然一开始 就是反应的不错 就开始涨 但涨没多久 投资者的热情又停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光是这一次的战场上的一个胜利 或一系列的胜利 还不足以改变国际经济衰退的一个事实 因为各国现在还仍然面对太多问题 你说通货膨胀了 能源价格上涨了 那么等等 或者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 都影响到国际经济的一个发展 最近发展像很多的西方的消费者 现在消费开始变得要被谨慎 那么很多工厂的生产 因为没有足够的原料 或者足够的能源 所以叫停 那这样的不可能 因为一两个战争 你经济整个起来 这起来 所以因为这个能源问题非常严重 现在冬天又快到了 所以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英国的新任首相特拉斯就证实了 证实他要补贴能源 就能源每个人家庭能源的账单不断的增加 生活费不断增加 受不了 就开始补贴 那补贴多少钱 那么172个billion 1720亿美元 1720亿美元 那事实上各国都在补贴 从包括德国 包括奥地利和其他欧盟的国家 那总共算起来呢 各国对国人的生活费的各种的能源 大家涨个价格都能补贴 超过了5000亿美元 超过5000亿美元 这个也是战争的一个代价 也就是说 为什么国际经济一直好不起来 一个主要的原因 国际经济好不起来呢 也影响到美国 美国这边呢 那么现在大家所关注的是 这个礼拜啊 到底美国的铁路运输工会会不会罢工 会罢工 因为生活费不断的增加啊 会不会增加 就看不见罢工 当然这里面牵涉到各种法令啊 组织结构也相当复杂 可是一般的经济家说 如果美国铁路工会 铁路运输工会罢工 可能物流就断掉了 虽然物流非常复杂 但是物流里面铁路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铁路这个罢工如果一断掉的话 30%的美国铁路的货运呢 会交停 如果这个再持续下去的话 很多超市啊 你的货架上根本是没有货 没有货 那有一些经济学家 比较悲观的估计 那如果真的这样子 造成影响的话 每一天对美国经济的损失 将损失达到20亿美元 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就两个billion 就如果说你真的铁路 这罢工持续下去的话 所以这个就是经济问题 所以一个乌克兰战场上的一个战争 好像乌克兰反攻成功 所以华尔街才热了一下子 然后又冷下来 主要原因在这里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东北亚 东北亚呢 北韩呢 在上个礼拜五 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呢 9号的时候 他通过了他的这个核子的一个纲领 就核武 核武的这军事准则 核准则呢 表示呢 北韩呢 开始授权 第一个 他说他授权 可以使用 率先使用核子武器 而且他说绝不会 那么那么 永不放弃核武 也就是说金正恩就讲说 根据现在已经这个通过的法律 我不会参加各种什么朝核的谈判 放弃核武 不可能 不可能 然后过去呢 当然又觉得说 他现在要使用核武 使用核武 以前是 这个 这个不会实行 不会使用核武 就是核武只用来嚇阻 暴富 如果遭受核武攻击 北韩会用核武来暴富 现在没有了 现在即便你用常规武器攻击北韩 北韩也可能用核武 而且可能率先使用核武来对付你 那如果这个事情真的 真的越来越严重 当然东北亚其实会变得比较紧张 那金正恩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那因为小子现在整个情势呢 那么 俄国跟中国大陆抱得越紧 那就更不可能去约束北韩要怎么做 所以北韩一方面是说 我支持俄罗斯 俄罗斯呢 没有武器了 跟北韩买武器 北韩武器相对便宜 那买了武器以后呢 那俄罗斯也不会约束北韩 北韩觉得那他现在更可以肆无忌惮 所以他现在就讲说 他绝不放弃核武 那绝不放弃核武 我们接着就要看 这个核武的军事原则公布以后 西方是什么反应 韩国方面是什么反应 这个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所以大概上礼拜三大块的新闻 就为您解释到这里 我们下礼拜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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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